大家好,歡迎收看ET才智Talk,我是Debbie 我身邊請來,認識了很久的Aaron Aaron,你好 Hello,你好 我好久沒見你 我想你這陣子很忙 過了一個月 我見你的手提電話,應該超級多人問你的匯價 究竟 久不久,總是會有段時間特別忙 因為真的,可能連股市,可能金市 大家都是圍繞著同一個主題 就是因為美元弱 令市場上,都會插得慶合合 你幫我帶出了一個主題 就是講美金 為甚麼呢 7月份,大家都知道,美元跌得很誇張 應該成十年來,最大的一個單月跌幅 高位回落差不多超過一成 最近暢穩一點 那就對了 真的要找你,幫忙摸一下方向 究竟是有少少做反彈,會繼續落 還是可以部署一個比較大的報復式反彈 我想兩方面都可以 因為會市的特性 其實真是你拿同顧都可以 即是比較靈活一些 我們先講是用投機性 即是如果你說,我是實貨買賣的 真的打算到時去旅行 升學買樓那些 當然是趁低找位賣外幣 因為都真的可能是一個周期性的改變 今年波幅是挺大的 但如果你說,剛才你說 去到最近,可能剛剛有少少痠穩了 美金好像去到一些中間價 我自己覺得整個大勢,應該是未跌完 美金仍有得跌 但你說,你駁反彈行不行 可能未來這一兩個星期 又有不錯的一個反彈空間 這時候是正確的 所以渣同沽,其實真的很視乎你自己的取態 當然,大部分一般的讀者 或者是散戶 我們都建議純細好一點 趁這個美金彈 就趁低買少少外幣 但如果你說,不是,我伸手很好的 好像你這樣,整天轉身很靈活 跟你學 你說想試一下,日一逆試 博一博反彈,其實都有很多機會 OK,首先我們拆解第一個問題 就是你覺得,有機會未來兩個星期 美金可以做一些比較像樣的反彈 不知道原因可否解釋多一點給大家聽 純粹是因為,譬如,美匯指數 由高位103,跌到一度穿93 差不多回吐幅度10% 鬆一點 是超賣,而有反彈 還是有什麼盤路看到,有轉勢的空間 它還未轉勢,不過是喘穩了 我想先從最初說,由3月份開始 當時大家搶美金 我想那一刻,大家又想 今年,難道外幣又再跌? 跌到什麼位呢? 已經有很多年的低位 越跌越不敢買 是的,我看到一些媒體說 英鎊是30多年低位 澳洲只是18年低位 那一刻,大家都知道 就是一場疫情 然後,環球央行 尤其是聯儲局 就大手劈息 無限QE 還有,我想令市場有一點緊張 就是提早緊急開會 去減息 變成美匯指數搶了103的位 但當然,聯儲局做了很多事情 例如,簽了一些SWAP 會換一些延長到明年 沒錯,變成舒緩了美元方 大家開始有點擔心幾件事 第一方面,美國過去五年 累積了一些息差的優勢 現在已經沒有了 因為之前大家看到 一邊美國是高息貨幣 其他的外幣是零息、負利率 這個優勢現在沒有改變 即是沒有了,變成一個改變性的因素 第二件事就是經濟上 大家開始想起 去年年尾的時候 聯儲局還是說 經濟是最長的增長週期 還是非常穩健 誰知兩波疫情又搞定了 對,兩波疫情立即露底出來了 大家現在就變成 很針對著 美國經濟 無論是實體經濟 其實都好像 復甦遙遙無期 甚至說 無論你用衰退 蕭條等等的字眼 變成這個擔心 令到大家立即 沽一沽美金 因為大家在這一刻 我想投資者會想得比較遠 雖然我自己覺得 投資者很多時很短時 很短時 要拿一些救濟金 救濟金等等 但是這段時間 雖然剛剛說 特朗普簽了行政命令 但是剛剛上個星期 你還在談 說補貼究竟是有還是沒有 沒有的話 令到經濟更加進一步惡化 但是有的話 大家又會想另一件事 每一個星期 超過150億的補貼金額 究竟美國政府撐不撐得順 錢從哪裡來 所以很多負面的因素 一下子就湧進美金 全部都是沽美金的借口 先說到一件事 我不知道 私餘跟以前的變化有多大 首先我們說 雙赤問題 是的 因為最新聯邦政府 繼續上調 全財政年度的赤字預測 有計算過 有些經濟師 甚至白宮自己也估計過 財政年度 可能分分鐘是世界大戰 第二次大戰以來的最誇張 這個就令到大家 正如你所謂的負面情緒 第二件事 你剛才提到的息差優勢 我也想問多一點 因為之前大家覺得 美國可能比較相對高息 但我們其實都做了一些圖 給大家看 看到幾大央行為首 譬如美國聯儲局 歐洲 英倫銀行 其實現在大家都差不多零 但我們忘記了 之前聯儲局是 離航離辣地高過別人 其實跟以前美元出現過危機的時候 相比 會不會是一個比較新 以及一個比較帶出的項目 我自己覺得 其實這段時間 就是純粹是一段短暫的 炒一個息差收窄 因為大家可能在過去五年 習慣了 美國雖然說不算很高息 但當時有兩厘 兩厘半左右 其實當時歐洲 日本仍然在行負利率 從2015年開始 其實都負利率 息差是比較明顯 但現在一下子 聯儲局將息口減到零 全都歸零 甚至你見過美國的10年債息 其實又可能去到0.5厘 差不多到歷史低位附近 變了好像削弱了美元的吸引力 但如果你說 看回可能 對上一次的美元下跌的週期 例如說剛才我和你入行的時候 年份是否可以說 那時大概是2005年 即今天開始是前 其實當時美元下跌 但當時的背景是一個加息週期 全世界的央行 我還記得入行的時候 每一次開會 都是加息 都是不停說加息 看看誰的鬥加得快 但當加息的時候 美元一樣下跌 因為當時大家找到一個 Risk On 的情緒 現在就不同了 現在大家有少少 Risk Off 即避險的情緒 但你見過 美元的美國債息 如果一直都抽不起上去 似乎美元要反彈 即是比較短暫一點 即是你說要轉勢 所以剛才你說 找了短期的底 轉勢 我覺得有少少少言之上早 但起碼你看到聯儲局對未來的經濟看法 其實還是比較悲觀 尤其大家在憧憬九月份的時候 應該都會有些招數出 當然大家有不同的猜測 都沒有什麼用 那些負利率又不會搞 是的 負利率不搞 但可能它將通脹目標 可能會有些調整 但是在這個憧憬的時候 可能大家會有的想 會不會有些我們想不到的東西 總之就是偏負面一點 所以我想美元 你說有反彈是正常的 即是技術反彈 但要轉勢 我想真的有點難度 不過我自己也都 先戴上頭盔 因為今年其實我覺得 美元 它不是好像其他國際財經專家 這樣說 一年要跌三成 甚至更加多 因為我自己數一數 這兩三個月 其實先後有三至四位國際專家 都是長壇美金 包括香港都有 Steven Roach 又有另外一個Ray Dalio 江拉克 跟著就是任志光 甚至IMF 最近都出了一份報告 說它是高估了 我知道你想說什麼 我想所有人都是看向一個方向 就應該調轉頭做的 逆向思維 所以這個可能是一個短線 然後有點陰謀論 但我相信很多的散戶 其實會不會因為 根據這些專家的言論 我會覺得越來越多次層層 我才開始累積一些美金的淡倉 但是我自己覺得 這個跟股市有少許不同 因為股市可以大家都賺錢 可以一起贏錢 但是會市 或者一些投機的市場 其實就是一個零和遊戲 消失心經 如果全世界都一起看淡 那究竟誰會輸錢 我自己回來覺得 當大家越來越多人 累積美金淡倉的時候 可能真的長線 是最後都對的 但是中間的震盪 可能會令大家 你不綁緊安全帶 你沒有信心 或者甚至你不夠實力的話 會不會一個美金的急一急彈 會震走你 所以我想這次的反彈 雖然我不是看得特別高 可能由現在說92、93的美匯指數 可能會稍微彈上94.5 甚至95這些位置 那些都是很少的 很少的 但是我想有個機會 在會市 因為有時我們都牽涉槓桿 所以很多投資者 如果用槓桿的話 就要小心別 Aaron剛才提到一件重要的東西 就是淡倉 其實都可以讓大家參考一下 因為其實美元淡倉 我記得都累積了很多個例子 我截至上星期五 再看最新CFTC的數字 其實已經差不多淡倉 累積到接近290億美元 應該是九年高位 當這些一面倒的情況出現 有機會可能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反轉 當然每個星期 我們都猜是否會反轉 上個星期我都猜是否會反轉 因為之前的星期二百四十多億 其實都去到一些很極端的位置 始終這些是期貨的未平倉合約 所以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但是反而我自己會看 就是整個整體的趨勢 因為剛才你看到 很多個星期都是累積淡倉 其實某程度上反映大戶 在中線上仍然在看淡美金 我想為什麼我們說 純粹是短線反彈呢 因為我們一直在看美金藥的優勢 或者那些因素 其實都好像沒有什麼改變 包括息差 聯儲局也都告訴你 可見的將來都不會 無限做 是的 你先不要說加息 起碼你說會不會有些相對鷹派一點 穩定 其實大家都還未覺得是舊的 在這些刻 還是覺得有些進一步的寬鬆措施 可能在字眼上的調節也好 但是既然大家看不到有加息的空間 雖然其他央行都沒有 因為匯市是相對的 其實很多時候大家在針對 現在好像在矛頭上 只是針對美國 其他那些好像暫時不太理會 但另一邊當然就是 看到歐元 起碼在2020年 你看到和2019年 大家的取態好像有180度改變 歐元我們說歷史說得很遠 說到金融海嘯後 這十多年 十二年 發生了很多事 無論是金融海嘯 然後是歐債危機 然後到英國 脫歐公投 都已經連歐元那邊 都沒有好過 基本上碎足十二年 歐元其實由當時的歷史高位 1.6這些位 反覆地跌 跌了幾轉下來 去到1.0多 差點穿一算 對 差點穿的 1.03左右 這十二年之間 我好像今年 真的切身感受到 他回來了 是的 投資者 開始對這隻歐元 是有些改觀的 其實真的 因為美元藥的同時 有時真的相對性 因為美匯指數 歐元都佔了57% 所以歐元彈 美元藥就比較明顯 如果我們看過去一個月 其實歐元確實是 跑贏了其他主要貨幣 如果對美金來說 都取得了冠軍 排第二應該是英鎊 第三是澳元 然後你見家園、日園 都升到超過1% 如果對美金來說 自己可以畫面上慢慢看 你覺得歐元可以回來 但美金可能短線 如你所說 有些反彈 代表可能歐元 亦都到了一些比較大關鍵的位置 大家要留意 它會不會給大家賣 可以這樣說 因為 首先 為何我對大家對歐元 好像改觀了 我想主要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 其實歐洲那邊 歐洲央行 今年其實一樣是有減息 有寬鬆的措施 即是加碼寬鬆 但你自己對比 去年當有這樣的消息出來的時候 大家就會一窩蜂說 估歐元 因為寬鬆 減息又不利歐元 但今年當它減息的時候 我看到一些媒體的報導 或者市場的行為 就說 歐洲減息 繼續寬鬆 有利歐洲復訴 所以要買歐元 是的 其實同一件事 大家可以 你想怎樣解讀就怎樣解讀 現在我很亂 隨心所欲 所以變成市場上的行為上 好像對歐洲有些改觀 當然最關鍵 大家都應該看到很多新聞 就是今年歐洲的復訴基金 最終就落成了 出千五百億 沒錯 這個基金 我想令到大家對歐元區 再有另一次的危機 再爆發危機的機會 就大大減低了 起碼感覺上整個歐盟好似 雖然都是利益 大家利益先 最後談好 但是 感覺上再爆發危機 機會就大大減低了 所以有得比較之下 美國好像現在很多五六七箱 很多千瘡八孔 但是歐洲那邊 好像穩定了一點 但是老實說 經濟層面上 看經濟數據 大家都是五十步 少八步 不過這一刻 市場的焦點 很明顯 不是放在那裏 不是放在那裏 只是集中在美金上 但是市場都樂觀 因為他們選擇數字來看 德國第二季 GDP跌11% 不是很多人拿出來唱衰 反而是拿PMI來唱好 年半以來首次擴張 大家覺得 原來人可以找到好的因素 去砌高歐元 我自己相信 很多時候數據和消息 都是看你怎樣去解讀 很簡單 拿上星期五的美國飛龍數字去看 這是另一個原因 令我覺得短線美金有得彈 因為你見過飛龍數字 新增職位比市場預期好一點 失業率低一點 市場覺得美國經濟好像沒有那麼差 但是當然 每一個數據 永遠你都找到地方去挑剔 我自己看 例如飛龍數字 剛剛他折數 就是做這個討論 做這個統計 可能是7月中左右 7月10多日左右 剛剛那段時間 還未到美國疫情最爆發最厲害 即是六、七萬一天的時候 是的 因為美國的疫情 其實是由7月初 7月4日開始 那個週末開始爆上來 所以你說 是不是因為這樣解讀到 找到一些好的因素 去令到美金彈彈 我想都合理 但是你要擔心的一件事 就是可能第三季的GDP 或者下一個月的飛龍數字 一樣可能會差一點 所以其實我想這段時間 你可以當作一個途生門 如果有趁美金反彈的時候 始終市場累積的淡倉 是太多了 就是對美金的淡倉 如果有機會 彈一彈上來的時候 可能就是重新趁低 吸納一些歐元的機會 其實市場人士對歐元的看法 真的跟美金剛好這個相反 如果我們看 歐元的投機性長倉 其實真的自3月以來 就一直增加 你看見短倉縮了 然後一直升 去到剛剛最新上星期 為止 其實長倉是去到 差不多兩年以來的高位 我沒得跟美金比 美金的淡倉是九年 最多的 他就差不多兩年 但Aaron 如果你說歐元可以部署 一些重要的位置 收拾它的話 不如技術性一點 就是拿一些技術圖出來看 我們應該當它是一個升浪 一個長期去捕捉 有什麼位置是特別需要留意 我想我自己今年 其實覺得3月份的波幅是很關鍵 我們先看今年的圖 如果你是用今年3月份 其實美金曾經夾上去 然後下來 因為剛才你剛才說了 歐洲那邊 歐元對美金 其實就是美匯指數佔5.7 所以你可以當一塊鏡去看 其實是一個相反的圖 歐元對美金的圖 3月份的高位 其實就是大概1.15 現在就穿了 我想如果有機會回到這些水平 其實都是第一柱可以吸納的機會 原因在哪裏 因為今年的低位大概1.06 1.07 我想見到的機會 就真的非常之低 因為4月跌不穿 3月的位置 之後我記得你已經叫人買 當時就有少許假設 因為都是未確認到信號 未有這些歐洲復蘇基金 未落實這些消息 所以都有少許賭博性 你摸著石頭過河 那你買著才會真的很划算 如果你在接駁一個週期的改變 難得這十幾年沒有一個好消息 現在真的出現一個憧憬 在這裏的時候 但是我想如果你現在看到 已經升到由1.06 上回1.18 1.19 這些位置的時候 下回1.10 1.11 其實我當時也建議客戶 就是這些位置 不如再買 不過可惜就是 等也都等不到 因為大家都在搶上去 你現在去到這些位置 下回1.10 1.11 我的機會就非常之低 1.20那位是否難破 其實是否位置 我想1.21至1.22 今年我自己看 如果是 雖然已經過了去的價位 就沒有甚麼特別意思 1.10未必買得回 但如果下半年來說 我想那個trading range 可能是1.14 都有機會可能見一見 上面的位置 其實就要試1.21 1.22 甚至去到1.25 那要拉長一些圖給大家看 1.25 據說 我看回頭 應該是2018年左右的位置 其實是 如果你看過月線圖 或者周線圖 即是長線一點看 剛剛又有 可能相對比較小一點 是不是有一個1點 大家要放大一點螢幕看 有一個紅色的小箭咀 那個位置其實是1.25 剛剛真的在2018年 它就跌下來的起點 其實對比美匯指數 我自己的目標 都是看回2018年左右 大概89至90未先左右的美匯指數 所以其實現在這些位置 去抽一抽上去 你可以畫美匯指數的trading range 可能下半年 低位的大概 你當作90 上面的位置大概95左右 這些水平 那你下面的兩個粉紅框 就是一個 是不是一個比較重大的支持 我看見是大概一算邊位 其實這是一個技術上 可能大家有研究一下圖表 一看下去就說 有機會是做一個類似雙底的形態 當然這個是月線圖 比較長線一點的看法 你說現在如果要確認這個雙底 很明顯要升穿1.25 就是中間的頸線的位置 但是升不升一穿 我覺得要給時間 因為你問我是不是今年 可以升穿 我沒有幾位專家 看到美金這麼大跌 你只回答我多少%覺得到 多少% 100% 你有多有信心 可以上貨1.25 今年我覺得機會不大 可能等出來 因為我自己覺得 其實今年真的好看 大家對美金的信心 可否要穩定一點 因為如果你真的論經濟 我始終暫時對其他外幣 我又看不到它有什麼特別標籤 要跑贏美國那邊 始終是純粹是一個相對概念 還有如果你說真的下半年 為什麼美金還是偏弱勢 但是未必是一個急升 升穿1.25 我覺得機會不大 但是最主要的風險在哪裡 就是在特朗普 就是總統大選上面 因為始終你看到 現在越來越白熱化階段 那它的民望在控制疫情上面 失敗了 我想它有兩招可以做 一是繼續積高股市 打中國牌 另一個就是打中國牌 去爭取可以逆轉民望 那股市如果或者是其他資產 你看到 例如債息這麼低 其實是不吸引的 絕對你說要吸引一些基金 吸引一些外國的基金去買 其實吸引力不是很大 其中一招是靠美元的貶值 因為很多時我們做投資 很多時好像又忽略了匯率的風險 如果我是美國人 直接買美股買美國的債券 就沒有這個匯率風險 但如果我們要跨境去投資的話 似乎匯率就有一個吸引力在 所以如果你說 我怎樣令到股市 仍然在這麼貴 PE這麼高的情況之下 覺得仍然是值得買 要麼你的美金就要貶值 貶值多一點 但相對地就覺得 吸引力提高一點 如果說回美匯指數 大概這幾天都在93樓上的位置 好像橫在代變 Aaron就叫大家留意看看 會不會有機會下去 大概如果最盡是否只有89 即是穿了穿90 你覺得都會盡 就是100年低位 即是100年低位 其實100年那時 剛剛也是特朗普的中期選舉 當時的美匯指數 曾經跨過去大概88 這些水平附近 但我想你打個折 又打折 去到大概90到今年差不多 因為始終你由高位計 今年其實已經跨了10% 我自己就覺得 匯率和股市不同 即是今天你看 可能炒某些股份 升幾倍都可以有 但是匯率始終是一個國家的貨幣 央行其實是喜歡匯率相對穩定 所以我傾向 例如我喜歡傾向我的貨幣稍微弱一點 但是你的百分比 如果你真的雖然說 今年的匯市美匯指數很弱 但是你真的由高位計算是10% 其實對很多股民來說 10%好像很少 就會了就很多 沒錯 大家都要小心一點 而且特朗普也是行一個 喜歡相對的楊美猿政策 看看接下來的政策方面 大選會怎樣影響到 美匯指數走勢 今天非常感謝Aaron 和我們分享了你的心得 希望幫到各位網民 如果你們喜歡我們的節目 提醒大家 記得在我們的Youtube 給我們一個like 最好就是旁邊按下鐘 所以我們有節目的時候 就會馬上看到 好 今天差不多 下星期再見